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亚洲最大的一座贫民窟 同时它也是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 而这座贫民窟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印度的城市孟买 我们都知道孟买是印度最发达的城市 但是在孟买的旁边却有着亚洲最大的一座贫民窟 这座贫民窟的名字叫做达哈维 我们以前看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 说的就是这座贫民窟 据统计住在这座贫民窟里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上百万 在孟买附近有2000个大大小小的贫民窟 而这座达哈维是规模最大的 面积为1.75平方公里 我们看一下住在这个贫民窟里的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真的是非常的差 走在这座贫民窟里到处充满了生活垃圾 还有这里的穷人从外面捡回来的一些生活废品 气味非常的难闻 而且在这个贫民窟里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卫生设施 据统计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 大部分居民家里没有排水系统 每1500人左右共用一个厕所 而且这里基本上没有人清运垃圾 生活在这里的印度小孩 基本上都是从垃圾堆里长大的 中国在这里的印度人平均一家七八口人 而他们所住的房子也仅十平米左右 可以说是非常的拥挤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大部分呢都是靠捡垃圾卫生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有固定的工作的 但是他们的工作收入确实是非常的低 平均每个月只有10美元左右 而这些钱也仅仅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至于居住的条件改善 那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看看他们所住的房子都是拿一些板材随意搭建起来的 看起来非常的简陋 在这里也提醒要来印度旅游的朋友们 如果想来到平民窟参观 最好呢要结伴而行 而且最好要白天来 因为这里的治安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好了朋友们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